粽子和龙船 屈原投江以后,楚国的人民对他非常怀念 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 大家都驾着船,带着饭,滑到蜜罗江上 把饭投入到江里,祭祀屈原 就这样一年两年过去了 一天晚上,人们忽然梦见屈原来了 他头上带着高高的切云冠 腰间挂着一柄长长的宝剑 身上还佩戴着一些珍珠和美誉 脸上的神情显得高亢而又带着几分忧郁 看见屈原,大家都很高兴 一一上前向他行礼 屈原笑着赶上来,对大家说 乡亲们,你们对我的好意我心领了 屈原对你们非常感激 从这一点上,我可以看出 我们楚国人民都是爱国的 也都是爱憎分明,坚持正义的 大家见屈原仍然很消瘦 就关心地问他 三驴大夫,我们送给您的米饭 您都吃到了没有? 谢谢你们,屈原感激地说 可是,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你们送给我的米饭都被那些鱼虾 龟棒等水族吃了 大家听了都很气愤,说 那是送给你的,不能让他们吃呀 屈原苦笑了一下 我也不能和他们争着吃啊 大家就问,这怎样才能使米饭不至于被水族吃掉呢? 屈原说,如果你们用弹竹叶包饭 做成有尖角的角鼠,即粽子 水族见了,就以为是菱角,就不敢吃了 第二年端午节,人们就照着这样做了 可是,在端午节过后 屈原又给人们托了一个梦,说 谢谢你们送给我的角鼠 我吃到了一些 可是,还有大部分被水族吃了 人们又问他,那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呢? 屈原说,有 你们在用船送角鼠的时候 可以把船装扮成龙的样子 因为一切水族都属龙王管辖 他们看见饭是龙王送来的 就一点也不敢吃了 从此以后,人们年年照着这个样子去做 于是,就留下了端午节吃粽子 划龙船的风俗 关于吃粽子划龙船的风俗 当地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 说吃粽子是端午节那天 人们把粽子投到江里 叫鱼吃粽子不要吃屈原 划龙船是象征着在打捞屈原的尸首 因为如果用一种普普通通的船去捞 水中妖怪太多,捞不到 把船装扮成龙的样子打起锣鼓 这样,就会把水中妖怪吓走 把屈原的尸首捞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